我們跟著有個channel叫不熟不吃煮的這個雞 溫室到休息嘛 為什麼郭富城可以這麼頑固的姿勢 都可以跳得這麼好看 左 右 左 哈囉 餐了 很久沒見了 大家 這條片是一個vlog來的 為什麼要拍vlog呢 就是因為 不知為什麼大家一個錯覺就是覺得 我跟肥姨是差不多這麼大 就是在歲數上面 但是絕對不是啦 好不好 就是她已經畢業九世了 但是我還是一個青春貌美的 Year four學生 因為今年是大學的最後一年 所以就想拍多些vlog 記錄一下自己的生活 因為將來也不會再有什麼 那今天就是這個12月頭 全部大學生都是這段時間 最多deadline 最多assignment 最多考試的時間 所以今天大家就是陪我溫一下書 但是我都不是那些什麼 呃... 油脂溫到猛的那些人 所以 Year 就是這樣啦 開始 我男朋友焗了一隻雞 我們跟著有個channel叫 不熟不食煮的這個雞 溫習到要休息的嘛 是不是 雖然沒拍到我開始溫習 但是我們已經開始吃東西了 重點是因為我主要問你 不要加了地址 蛤?! 這隻雞是我醃的喔 什麼事啊 我可以show我斬雞的片段給大家看 不是 我的pantry那些刀呢 還要很鈍 然後呢 我拿著雞在那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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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這個雞腿 哦 哦 哦 我覺得它今天比較鹹了 我們昨天醃的 昨天那半夜比較好吃 你現在太中酒味了 現在有點太鹹了 哇 雞腿很辣啊 大家 絕對不是我自己拿著雞腿來吃 不讓你吃 是因為它昨天吃了雞腿 我昨天吃雞胸 所以今天它吃雞胸就吃雞腿 咳 原來是這樣 OK 那我現在休息的期間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用這部電腦 雖然我知道大部分都是用MacBook 但是我現在是用這部 MSI的文書電腦 其實我想說 買電腦是我人生中買過最貴的東西 我相信大部分的大學生都是心同感受 你買過最貴的應該就是你的電腦 如果你是沒什麼預算 這部是很適合大家 因為它其實都是 Intel i5的處理器 還有 Iris Xe Graphic GPU 還有這個8GB的RAM記憶體 如果你是像我那樣 就是 一部電腦來 做學功課啊 看看PowerPoint 上課 用一下Zoom 那些其實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它可以同時處理這麼多東西 甚至乎 你用來輕度地打一下機 都是沒有問題 就是打一下LL 這樣 你看到它的外觀上 其實也是挺漂亮的 很簡約的設計 而且最好的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它夠輕 我現在這部只是1.3kg 它是市面上全金屬電腦裡面 最輕的一部 就是好像我這樣 平時帶你到處走 就是很方便的 這個款也有出i7和i3 根據你們的預算 以及你們的需求去選擇 我手上這部是賣5,799元 其實是很划算 是一個入門款的Laptop 其實是很優惠的一個選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按下面的Info box 按連結看看 剛剛刷完了 然後呢 我們那一陣子有個讀押醫的同學 然後呢 他經常都拿一些廠商的贊助回來 然後呢 有沒有人試過這支美白筆 試一試它 這個畫面很逗長 先離開遠一點 哇 它現在已經有一個薄膜在上面 我們昨天看完這個梅艷芳之後 就在我找那些梅艷芳的歌來聽 然後就發現 為什麼在郭富城可以 這麼固的姿勢都可以跳得這麼好看 他這個動作是 讓我來試一下跳這個動作 讓我來試一下 有這些是短劇嗎? 一個可能只有10分鐘 不同的劇也有出到 其實我懷疑是他做過了的影片 這個呢... 你有沒有看到這條? 這個超可愛的 因為我猜他做完之後沒有放進去 他就送了BB去醫婦人那裡 然後裡面還發生了很多事 但是他中間沒有出到 因為我本來很喜歡醫膚 我們買了這個 我們買了這個 日清出的一環鮮蝦拉麵 還有鮮蝦麵 聞到超級蝦 我不會說是一環的味道 但是很濃的蝦味 其實他不是真的好像 合味到的鮮蝦湯嗎? 對 濃兩三倍 好喝嗎? 我想偷喝了一口嬌飲 好吃 好吃 20元兩個 覺得值得嗎? 其實我覺得值得 你覺得呢? 挺好吃的 但真的不夠飽 我認真 那你留一個湯 等一下我們來煮烏冬 你這個起碼吃三個都不知道飽不飽 什麼D人 都說是你吃太多東西 我們剛剛才打完Bino 然後他在吃拉麵 我開一點來看 看回剛才我看 剛才看到一半有人睡著了 在睡覺 我看到你 拜拜 說笑 你把把啤酒 說給你吃 說笑 你吃太多了 說笑 你吃太多了 好像不一樣 你吃太多了 你吃太多了 然後我吃太多了 你吃太多了 很可怕 你吃太多了 喝太多了 你吃太多了 你吃太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